其实我今天来县 我看那么多人 我有点不好意思 哎呦 你一上来这么热情洋溢 你会不好意思 你这样搞得我有点不好意思 说吧 来干嘛呢 是这样的 那个我今天来想 那个租我们家房子的一个小伙子 向他告白 向自己的房客告白 哎 我那会儿租房子 怎么没碰上这好事 说说这个缘分吧 是这样的 我们家二层的 下面一层全部租一三户了 都算是四间房子 你说你三十八 一漂白亮亮姑娘 怎么会有这么大房子呀 六年前他那个出轨 然后我实在受不了 离婚的时候 当时我什么都没有 就剩下房子 去年那时候 我那个房子 我就说往外出租呢 那天那个中介给我 带过来这小伙子 我当时 特别震撼 因为什么呢 他长得特小 震撼 因为他 我看到他的时候 我感觉他长得像我 大学时候的出列 他跟你年龄相当吗 其实说年龄 我特别不好意思 我来猜一猜 你今年三十八 你顶多比他大十八吧 没有他那么大 没有那么大 他今年二十四岁 你干嘛那么不好意思呢 就大十四岁吗 其实我感觉我们俩相处 也不像是相差那么多的 你包括我认他以后 然后我的服装啊 我的精神呢 什么的 我都有所改变 包括我今天来穿这件衣服 其实我还挺大胆的 我从来没穿过漏肩的 什么的 其实我忧郁了很久很久 你的意思是说 一个比你小十四岁的男人 让你重新做了一回女人 长什么样子 你有照片吗 长得很帅的 有照片吗 可以给我们看一下 还帅吧 我们俩出去玩拍的 你们俩还旅游了 是吗 这没什么不好的 这又让我想到那首诗啊 君生我未生 我生君以老 君恨我生时 我恨君生早 恨不生同时 日日与君好 我们从结婚的角度来考虑的话 你们是在生理上是有问题的 我举个例子 比如说当这个孩子四十岁的时候 你多大了 五十四 对 你五十四了 跟他在一起怎么相处 在生理上 我觉得这个是不合适 也是不协调的 相爱容易相处难 你会想想 他一个二十四岁的小伙子 可能还没有你经历的多 你们两个在一块 可能人生观价值观就不一样 根本 我也谈过姐弟恋 但是 你小多少 小多少 小大过于十四 对吧 对不对 不要那么扭捏 做都做了 怕别人说 是吧 这没什么不光彩的 多少啊 十六 十六 又打破了一个记录 但是 前提是 要他主动 你感受到 他对你有意思 有一次 明天晚上我们俩就坐着喝点啤酒 他说小远 我说你想找什么样的 他又说 我就想找姐这样的 就找姐 他说的意思什么的 我也会做饭 然后我洗衣服什么的 来了以后他感觉有家的感觉 由此有没有关系更进一步 其实这样的 你看他脏嘴闭嘴姐 其实 人家不叫你姐 你想人家叫你叫什么 我感觉 就像人们昌说的那一句话 说人的生命当中 应该有一次 说走就走的旅行 也应该有一次 奋不顾身的爱情 嗯 说的好 既然他年龄小 我先喜欢他的 我想 我想主动一点吧 你是真爱他 我完全能够看出来 但我也会想到 奋不顾身的爱情总是存在的 可是奋不顾身的婚姻 往往是痛苦的 亲爱的 我们不要想那么远的事情 好不好 对 因为呢 即便你们是 年龄相当 背景相当 什么都很相当 三五年就散了多的是 人生苦短啊 但是你要小心了 一个比你小14岁的男人 他能够接受你的爱吗 其实上 他用了一个计谋 他寻寻善诱 就是希望 他能够从你那 得到一些好处 但是呢 又不上这个套 就把你吊着 他在吊你胃口 所以这个男人 是很危险的 不是不是不是 我感觉他能接受 我对他的好 那就是证明他喜欢我 但其实我并不会认为 他们是一个情侣的关系 我觉得很有可能是 他认为你是一个大姐姐 不 我感觉你 不可能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不可能呢 难道你们两个 真有牵手吗 牵手牵了吗 牵手有这样 我牵他吗 那你们两个有亲吻吗 这个没有 我们都是纯洁的 不不不 没有 就因为你们现在很纯洁 所以我觉得 可能更多的感情 是在姐姐和弟弟之间的关系 而不是情侣之间的关系 我还是那句话 长那么大 没有穿过这样的衣服 他能让我改变 能让我的心 死的一个女人 能重新燃起这种感觉 我感觉都死了 38岁的张力 因丈夫过错离婚 拥有多栋房产 离婚后 张力一直单身 现在却因为租房 对比他小14岁的房客 杜鹏远 一往情深 在张力的叙述中 房客杜鹏远 对他的追求和关心 都有回应 却因身份和年龄的学书 无法对他大胆表白 所以 他今天鼓起勇气 来到节目现场 相比自己 小14岁的房客告白 如果事实真如张力猜测 杜鹏远 会来到节目现场 接受他大胆 热情的告白吗 我们更多的人 是希望他能够 开心的更长久一点 不管他们之间 彼此 到底能不能走到 婚姻的殿堂 至少不希望 到分手的那一刻 你也伤心 他也伤心 你觉得呢 来 站到开启告白之门的 按键旁边 来 问你几个问题 小远要是今天不来 不愿意跟你挑明 怎么办 一定不会吧 他很有可能不来呀 其实我 我心里也特别忐忑 如果他今天来了 他说我从来没有爱过你 我只把你当姐姐 甚至是当母亲一般的温暖 不可能 如果是呢 第一五我感觉不会 如果是呢 我想问你 假 假如说是这样的话 那只能 怪我自己自作多情吗 你会恨他 你会恨他吗 我不会恨他 你还会让他住在那吗 会 如果小远今天来了 接受你的告白 甚至愿意跟你结婚 你会做婚前财产公正吗 公正的话 我感觉 不用了吧 不用了 因为我喜欢他 我东西都无所谓 最后一个问题 如果对方的父母 言辞反对 你怎么办 如果父母反对的话 我想 用我的行动 用我的努力 去 去跟他父母 尽量沟通嘛 行吧 让我们一起倒数五个数 五 四 三 二 一 请按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你感觉如何 很成熟 会照顾人 温暖 那你如何界定 你现在跟他之间的关系呢 我一直把他当亲姐姐一样 你要注意 你说话必须言辞准确 恳切 因为这是一段 奋不顾身的 三十八岁女人的爱情 你到底与立姐之间 你一界定的关系 是什么样的男女关系 朋友 姐姐 你确定 确定 不是这样的 有朋友老是给你送礼物什么的吗 有朋友 两个人一起穿青绿衫的吗 你说心里面事好学嗎 你说心里面事好吗 你说心里面事好吗 对